新闻快递 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最新伤亡人数发布 而截至今天中午12点钟一共造成44人死亡 其中包括12名消防人员 另外有520人住院治疗 其中重症伤患有66人 大陆官媒新华社在稍早所发布这些伤亡数据 另外综合入媒报道 中午一点钟左右事故现场仍旧不断冒出浓烟 大量工程车装载砂石在现场待命 武警天津总队1500人和8360个部队防化中队投入救援 此外距离爆炸现场只有几公里的 大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楼房受损 满地碎玻璃局部天花板掉落 虽然超级电脑天河一号还在运算当中出于安全考量 天河一号目前已经人工关机 中国大陆天津滨海席区一间仓库昨晚发生强烈爆炸 连线天津台商协会长罗文德说明掌握的相关情况 因为我们是在市区 因为那是滨海军区 它应该是在海边的马头的一个存放危险物品的一个仓库 听说是这样 因为目前也不是很明显 那么我们的台商在附近 在滨海星期的台商 传回来的是大概就是震动很大 那其他的细节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就到目前为止 然后呢我们所有台商 从昨天晚上联络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大家一切都很平安 然后呢那个有少部分的工厂 因为震动力啊有玻璃破碎啊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没有通报有任何伤亡 或是有什么重大损失的一个情况 是会长那爆炸当时就是比较靠近那边的台商 跟您回报的时候说明一下 当时就好像是地震一样 就是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 也连续两三次的一个一个震动 所以呢有的居家就是玻璃啊 就震破了 他们以为是地震 那所以呢工厂因为是晚上 所以呢工厂的部分呢也没有人上班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台商一切都非常平安 都没问题的 会长那后续的话 我们会给予当地一些台商 其他方面的一些协助会怎么样来处理 我们目前呢因为在调查当中 但是看来我们所有的台商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至于说那个可能就是我早上有跟他们联络过 大家大概都是修一修玻璃啊 然后修一修门窗 就预防那个晚上的安全的问题而已嘛 其他看来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一直都在协会啊 都一直在跟每个企业在保持联络呢 基本上都联络完毕啦 所以呢目前台商一切都很平安 都没有问题的 谢谢会长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谢谢 谢谢大家 嗯